講到蚊患,感受最深的莫過於自己家四面橫樹 住在村屋的Shirley 和她的女兒如玉 女兒我自己也是,都是比較容易有蚊咬的人 有一次咬到手,加上自己拋損了手 拋損了,又紅又紫,一大大腫了手 一早睡醒時看到蚊有五粒蚊在臉上腫到豬頭 通常一隻手幾粒,都是腫到一塊 可能要整個禮拜才燒腫,有時會拋損了 其實蚊已經不再行,但結了招的地方有拋損 看到蚊就按住它 一到黃昏沒那麼熱的時候,就是蚊蟲出動的時間 為了防蚊,Shirley 出盡法寶 也有試一些,其實都是家長傳來傳去,哪一隻牌子好用 就試試那隻牌子 或者現在很流行的一些精油做的東西,其實我也有試的 但是是可以的? 一點點吧 夏天,我們會在露台點點藥草 屋內就會點蚊香 多數都會點傳統色圓草草草的蚊香 晚上都會插著一個電蚊香在房間裡 還有一些蚊膏 即是放在房蚊的蚊膏 或者一些防蚊效果的一些飾物,我也有放在房間裡 蚊是很多傳染病的傳播媒介 例如燈隔熱,日本腦炎,藥疾等等 要避免資深蚊蟲 最重要就是定期清洗家裡的花盆碟 露台和天台不可有織水,以及保持溝渠相通 字編男女,星期六晚8點至9點,有線財經資訊台 岸父 一起給兩個椅子 我們 zdję